益顺南和中邦区将提升区内的设施打造更亲失智症患者的环境 包括增设告示牌、长凳子 而不同区的组屋也将会漆上不同的颜色 新计划将在明年2月启动预料到年终完成 卫生部属下的互联中心发文告表示 本地目前共有8个失智友善社区 益顺将是首个提升建筑环境打造更亲失智症患者的社区 未来卡地广场周围和商店的走廊以及组屋底层的柱子 都将增设或者是漆上指示牌 让失智症患者可以更方便地找地方 由于失智症患者容易被颜色相同的组屋混淆 不同区的组屋也将会漆上不同的颜色 以及字体更大的大牌号码方便识别 而区内也将增设长凳让年长者休息 这些凳子将结合指示牌 帮助失智症患者找路并装有扶手 方便年长者使用 由于失智症患者使用 词 continued... 感谢观看